大家好 欢迎来到表述看世界 那么我呢 现在聊一聊 这个如何跟美国人交往 这个是很多人可能会感到 就是说跟美国人不知道该怎么打破僵局 在交往当中 特别是跟一些美国的陌生人 所以我可以教几个小的技巧 其实呢 美国人是很容易交往的 非常容易交往 但是呢 通常呢 作为新移民 他内心呢 有几种的顾虑 第一呢 就是觉得 如果我开口 万一别人不理我怎么办 还有呢 第二个顾虑呢 就是说 我的英文他听得懂吗 或者是我的英文要是说错了 多尴尬 是吧 其实他有几种心理障碍 所以不知道该怎么 很多就是新来的 我指的是新移民 他可能有这种障碍 所以他们总是觉得 哎呀 你就说就像国内说的 你们这中国人到了外国二等公民 这位华人都根本就融入不了这个主流社会 等等等等 你说他的说法对吗 他当然不对了 没有什么二等公民之分 什么一等公民 你说你在你的国家你是几等公民呢 是不是 所以我也不想评论 那么我今天讲的就是说 如果你在一个社交场合你怎么打破这个僵局 通常我们说呢 叫做icebreaker 就把这个什么东西可以把这个冰给砸了 叫icebreaker 那么我今天就讲讲 那么比如 打个比方 你到了酒吧里 是吧 因为美国人都喜欢去酒吧 每个时候哎呀 你也想到那去喝瓶啤酒 是吧 喝瓶啤酒 你往那酒吧上一坐 对吧 你可能左面右面全坐着美国人 对吧 然后大家各喝各的 你就觉得是不是有点无聊啊 是不是 那么实际上 在这种场合 你就可以开口 当然了 你还是需要有一点知识 什么知识呢 这就是我要教你的 通常在酒吧里 最能够打破僵局的东西 就是体育 所以你要对美国的体育有点了解 比如说你喜欢看篮球 对吧 或者是喜欢看棒球 甚至看美式的橄榄球 无论你是偏好哪一个队 哪一个队 或者是你知道哪一个队的最新的状况 这就是一个打破僵局的最好的方法 比如说因为美国人 他实际上是不关心什么国际政治 关心外国的东西 他不关心的 绝大多数美国人是关心自己的球队 哪个队打得怎么样 打得很好 还是打得很烂 他们都非常的清楚 所以通常在酒吧里呢 美国酒吧里大多数的酒吧上 都有一个很 都有几个很大的电视 通常放的都是体育节目 比如说如果上场放的是篮球 对吧 哪一个球 比如说是 是这个这个科里夫兰的这个凯威利尔 对吧 骑士顿 然后你马上就可以开枪啊 如果你懂篮球 或者你喜欢篮球的话 你就给 你就自己就像自己跟自己说话一样 然后隔壁的老美就会搭 就会搭话 你知道吗 你说这个骑士顿 太烂了 是不是 或者是 哎呀 这骑士顿打得不错 怎么样啊 哎 隔壁的老美就会搭 搭这话了 这样子你马上就聊起来了 嘿 我叫什么 他就会介绍 通常都会这样的 说嘿 我是Brian 或者是我是John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这样子 就这个江级 就是用体育给打破了 如果是在比较稍微正式的 一些社交场合 比如说你去参加 一个大会 对吧 通常在美国啊 你参加这个会呢 就是convention啊 或者是conference啊 等等 他在大会期间都会有一些招待会 就是酒会 recept 这个叫什么party 或者是reception 你知道吧 或者是午餐 通常都是在一起吃 在一个桌子上 那一大圆桌可能十个人 是吧 像这种的时候呢 怎么打破将军呢 因为做的人可能来自于全美各地啊 你可能一个都不认识 是不是 你只要 因为那很多的这种 这种大型的一些 上党次点的会议呢 都是 比较正式啊 都比较正式 就是坐着 然后那些服务生会端着菜就过来了 一人一盘子 对吧 有沙拉呀 面包啊 到最后还有甜点啊 都来了 对吧 所以你你一坐 对吧 你可能 还没坐下 就看周围 已经坐了一些人 对吧 然后你可能还有一两个空位 你就应该非常有礼貌的问 就是说 这个位置 有人坐没有 对吧 好 因为这个就是打破僵局的一句话 这个位置有人坐吗 请问 那隔壁的人 旁边坐下的人 他肯定说 没人啊 没人 然后你就可以坐下来 你坐下以后就说 嘿 我叫什么名字 我是谁 我是从哪来的 然后隔壁的人 马上就会回话 就说 我叫 比如说如果是女的 就说 我叫 我叫Cassie 或者我叫什么 对吧 他马上就回你话 不管是谁 这个呢 就是打破僵局的 一个方式 因为通常呢 在大会当中啊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很多的时候 都是在餐桌上 或者是在招待会 招待会就是酒会 一般都是下午啊 比如说六点钟啊 七点钟 这个时候大会完了以后 都都有这种活动 对吧 那么呢 实际上很多人 他实际上 他跟你一样 他跟你一模一样 他到这来也是个陌生人 他也可能不认识别人 他也希望有一个人 能够跟他交流 所以呢 只要你能够迈出第一步 打破这个僵局 别人是非常愿意 跟你交流的 你也不要顾虑啊 我是新移民 这个英文又不是我的母语 哎呀 我这个人啊 要是万一说错 人家会不笑话我 根本就不会 不会笑话你啊 不会笑话你的 因为大家其实都无所谓啊 而且再说 就是笑话你怎么样呢 是不是 你第二天就开路了 就走了 对吧 人家也不认识你了 实际上呢 我参加过我自己 我每年从2010年的时候 我在全美国 全美各地 所有的大城市 中城市 中等城市 我都搞过我自己的会议 在美国很多人都知道 我的你要是来参加我的大会的话 你要买门票 所以我的台湾朋友说 说这个书总就是一个卖票的 一张票卖个670块钱 690块钱啊 贵的时候卖个900块钱 这都有啊 所以很多人 我的很多客户 都是通过买我的大会门票 认识我的 很多到最后成为朋友 因为他们很多都会经常来我的会 今天来 在大拉斯跑来了 然后那个在拉斯维加斯也来了 或者洛杉矶来了 纽约也来了 所以呢就是说 其实打破僵局的最简单的几种方式 就是谈一些 比如说哎呀 今天天气真好 是吧 哎 你的话也出来了 然后你说哎 我是谁谁 对吧 因为在美国其实上很多这种酒会啊 什么 大家就是基本上 拿着那个饮料 你也去 为了避免你的紧张嘛 你就去 要一杯饮料 因为很多饮料是免费的 有的是免费的 有的是cash bar cash bar是什么呢 就是说在这个招待会上啊 他有有摆那个酒台子的 摆那个酒台子呢 什么酒都有 你就告诉那个服务商 你说我要什么什么啤酒 或者是我要什么 什么什么rum之类的啊 他是收钱的 那种叫cash bar啊 现金酒吧啊 是个大会的主持者请来的 但是你喝多少 你自己去买去啊 没有人提供给你 当然也有一些活动啊 就是小型的一些活动啊 大会的主持者会提供这种软饮料 但是大的会 那你就是cash bar 你自己买酒 然后买酒的时候 你还要给人家服务商 扔个一块钱两块钱 做小费啊 所以你就拿着酒 到处走拿着酒 然后端着端着个盘子 里面可能有吃的 你自己拿着吃 因为这是在美国最普遍的 最普遍的一种形式 然后你就找一个地方 比如说 你觉得你早上或者是开会的期间 曾经打过招呼的期间 你可以凑上去 开始聊一会儿 对吧 怎么怎么样 就聊比如说今天大会怎么样 哪一个这个演讲的speaker啊 讲得很好啊 我很喜欢啊 然后大家一聊聊聊 话题就出来了 就说你是干什么的 我从哪来的呀 等等 所以这个icebreaker啊 就是说 这个打破僵局呢 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困难 通常谈谈天气 对吧 谈一谈运动 就是体育 千万不要谈政治 不要谈政治 更不要谈国际政治 因为美国人不关心国际政治 绝大多数不知道 香港在干嘛的 也不知道英国在干嘛 很多不知道 很多美国人 他妈的 连二次大战是谁打的 这个这个 夏威夷都搞不清楚 是德国人打的夏威夷 还是日本人打的夏威夷 很多人 他真的不清楚 所以你也不要去谈 任何政治话题啊 因为说实在的 你政治是 在美国呢 政治和宗教信仰 是自己的隐私 还有他的性向 就是我的性的 这个这个走向 我的性的 性向我是爱男的 还是爱女的 这都是属于别人的隐私 我信仰什么 我是信仰佛教 还是信仰天主教 还是信仰上 这个这个 基督教对吧 新教 这是别人的事情 这个不要谈啊 千万不能谈 这个 宗教 还有政治 就是说你是哪个党的 你是共和党吗 还是民主党 千万不能谈 因为你毕竟没有跟人打交道 这都是属于人的隐私 是人家自己的事情 所以你不能谈这些事情 那谈体育最好 对吧 谈天气最好 谈我们今天这个大会怎么样 组织的怎么好 怎么怎么样 谈这些 然后通过这些 就会隐身到 你是干嘛的 你是哪个公司 你的公司做什么业务的 通常是这样 如果就是 这个基本上的规则 就是说 在无论你是在开会 还是平常的 社交的一些场合 只要有陌生人 只要有陌生人 因为你家里 比如说朋友家 突然搞一个聚会 对吧 可能邀请了 他的一些个人的朋友 还有包括你也被邀请了 那你去 去通常就是谈这些 基本上谈这些 尤其是私人性质的 这个聚会 大家很有可能就是说 小孩怎么样啊 小孩几年级了 对吧 喜不喜欢打猎啊 之类的 像我们这一到一块 打猎 你今天要打什么 今天你冬天 要不要去打野鸡 你要不要去打鹿 要不要去打火鸡 是吧 除了体育 就是我们这儿 就是打猎 是男的女的 很多女的都喜欢打猎 所以就是谈谈这些事情 这些呢 他就是一个打破僵局的这么一个话题 所以呢 实际上呢 只要你自己不要给自己建立一堵围墙 也就是说你呢 要 就是说 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重 意思就是说 不要总觉得我要是 说了什么 会不会被别人接受 或者是 我会不会说错 不要把自己作为这么一个中心 不要 只要你突破了心理的这个围墙 这个心理的这个围墙 实际上你是很容易融入 所谓的主流社会 其实我不认为美国有什么主流 副流 我没有 因为我就是在这个社会上 大家 我的朋友 基本上黑人 白人 什么人都有 对吧 并没有什么 什么 什么 什么主流啊 之类的 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 没有从 没有这种感觉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说 你要自己突破你自己的心理防线 和你的这个 给自己建的这 这堵文化的这个壁垒 当你突破了这个壁垒的话 你克服了你自己的恐惧和胆怯的心理 你就很容易在这个社会上 能够如这个鱼儿得水 这就是我给大家分享的一点经验 就是说如何打破僵局 其实美国的社会是一个非常具有包容性的一个社会 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 其实别人并不在乎你想什么 也不在乎你信什么 也不在乎你干什么 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最喜欢美国的这么一个原因之一 因为它很相对来讲 它比较简单 我不在乎就说 我的邻居怎么想 我的同事该怎么想我 对吧 或者是我的同学该怎么认为我 你想我是为自己活着呢 还是为别人活着呢 是不是 所以我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些 希望这些能够给大家有点帮助 那么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 欢迎你留言 欢迎打开小铃铛 这样子的话 我有很多节目 其实你们要是可以看 这个我过去拍的一些 我现在属于高产作家 属于高产作家 欢迎大家来选择观看我的一些 讲了不同的事情 不同的经历 这些都是点点滴滴 从日常生活中积累出来的 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好 谢谢收看 再见 再见